不過我是覺得我目前還是不要把它弄得太複雜 我的話,你要跟V2結合 我是覺得這一段比較重要 至於後面如果你還要再去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裡面的分析功能 或者設計功能 其實你都可以再用錄字聚集 不過錄的時候你就是錄那一個動作 然後把程式加在你要的效果上面 慢慢慢慢加,只要加對位置的話 我想應該你要的效果應該也可以做得出來 只是說這個還蠻花時間是真的 因為你就是要去試 我覺得像我這為什麼知道是這樣改 還是要試 因為很多時候會有版本上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講版本 因為我有試過之後才知道版本是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為什麼我知道說這個地方層次要改蓄點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下一次的位置就出錯了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 這個地方可以寫成原來的方法或用這個方法 大概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串 接下來的話就是要把它分割 分割的話我們剛剛做過嘛 分割完之後我要怎麼樣給它名稱 特別注意哦 那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分割完之後 你會發現它沒有重新命名 但是我現在我已經把它改完 我們來看一下 就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一執行 它就幫我把 樞紐在這裡 有沒有 從菜頭一直到小章 就分別幫我一個一個的加進來之後 本來叫什麼工作表10 工作表11、12、13 有沒有 然後我現在就分別把它改成它的名稱了 可是這個地方如何把它的名稱給加上去 原來我沒改的話 其實主要是加兩行 哪兩行 基本上也非常簡單 就是加上下這兩行而已 加的方法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邏輯很簡單嘛 我把這個再篩一下 這應該用名稱 我把這個改一下 刪除一下 我們剛剛做出來的結果 你會發現這一執行 它就是變成這樣 工作表的名稱 這不是的 我們要的 所以我要怎麼樣 可以讓它新增一個之後 就幫它重新命名 關鍵的地方來了 第一個 我要先怎麼樣 先取得它的名稱 那我要怎麼取得它的名稱呢 特別注意 它的名稱在哪裡 它的名稱 OK 它的名稱基本上 我可以用個N好了 N等於什麼呢 假設我要在這邊取得 它的名稱基本上就在哪裡 在這裡 菜頭 菜頭在哪裡 菜頭基本上就是Range B B加一個I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呢 我乾脆直接把這一個 序齒工作表 拿一個儲存格 怎麼樣 複製上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實際上就抓到什麼 抓到每一次的菜頭 第一次是菜頭 菜頭的話就先丟到N 然後再把菜頭的這個裡面的 不應該不 應該是這個應該改 改A才對 有沒有 應該改A 因為是我不是抓這個裡面的數字 當名稱 我是抓前面的 所以是A AI 有沒有 然後丟到N 然後再讓它show detail 把這個 這個把它秀出去吧 接下來的話呢 它秀出去之後 要讓它重新命名 跳出來了 特別注意 它一定會跳出來 而且呢 它一定會是在那個 游標最上層 也就是說現在 工作表的 游標一定在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我以後要指 這一個工作表的話 這一個 這一個指的是目前活動的 你可以用什麼 好像前面我們有講過 叫Active 什麼呢 叫Shit 不用加意思 因為指會有一個 ActiveShit 指的是什麼 目前跳出來的 這一個什麼呢 工作表 OK 我記得好像在 那個什麼呢 ActiveShit 好像用在 什麼 所密碼的地方好像有 有沒有 把工作表 加一個 Unprotector 取消保護 跟Protector 也用到ActiveShit 然後它的什麼 點name 它的名稱 等於什麼呢 就把N放過來就好 就是等於N OK 這樣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不要N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放到這邊來 OK 也是OK的 只是說 我的習慣是 就是說如果那個程式長度太長的 我就把它分兩行 或者說比較有一個漸進的 就是我在敘述一件事情 我先把他的名稱 先放在N 然後把它跳出來之後 再把這個名稱重新命名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程式都寫完了 就加這一行 取得名稱 再加這一行 把那個跳出來的那個名稱 重新命名 這樣就OK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會不會OK 你可以看懂這意思 其實說這樣 每一次程式交的行數都不多 但是好像都很重要 因為寫錯一個字也不行 所以回去的話 真的要動動手 然後一定會遇到很多的狀況 狀況如果把它解除的話 其實這也是算經驗值累積 如果你可以不斷地從那個 遇到錯誤 遇到錯誤 你可以把它解決的話 那九個九字以後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 你也可以自己找出問題的答案了 OK 其實我是覺得也滿有成就感的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按F8好了 朱翰來跑一下 For i 等於第4 到第9 然後N的話呢 就先抓到什麼 抓到菜頭吧 OK 菜頭 然後呢 先把菜頭先這個B4的地方點兩下 其實我們是show detail 好 你會發現它目前的工作表名稱是 工作表已經到50了 不過我要把它重新命名的話 那直接怎樣 Active的Name ActiveShoot的 這個工作表的名稱叫菜頭 你會發現 這一行完成之後的話 下面這邊就跟著改了 其他一次類推 其他的話呢 就是呢 就是在下一個 下一個 OK 然後再來就把菜頭 然後變成瑤瑤 然後萬一就下一個 英雄 小咪 有沒有 老王 然後再來就是小張 沒有了 跳裡了 OK 有沒有 所以其實 如果像上禮拜講的那個 就是用篩選來做 好像似乎 好像沒有比這個簡單 這個好像比較簡單 感覺上 不過這邊的困難點應該是在這裡 篩選的困難點又另外 反正這各有優缺點 所以至於你要怎麼使用這些程式的話 可能你就是要按照你實際上工作的需求來決定 比如如果你剛好就用到樞紐分析 那你剛好就用這個就可以了 如果你剛好用到篩選 不過篩選比較強調的是查詢功能 所以如果你將來 假如說你要做一些資料的查詢 我建議你用篩選 OK 最後的話 再來還有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做完之後呢 我希望把它刪掉 刪的話特別注意 我只要刪這幾個人 那原來的總表不要給我刪掉 樞紐也不要給我刪掉 刪掉就沒了 OK 我要重來 所以如果我只希望刪除的只有是這些 OK 怎麼做 當然我們之前是用forI等於去的點抗最後一個 然後再到這個刪 可是這樣還蠻危險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刪錯 刪到那個最尾巴那一個 那麼你可以講 去點抗-1嗎 其實也可以啦 不過有沒有保險的方法 有 另外一個方法是嗎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用我們剛剛寫的這個方法 什麼方法 取得它的name 對不對 然後delete的話 就直接delete它的名稱就好了 也就是說 我們假設 我底下用一個刪除工作表 OK 也是一樣 就是sub然後刪除工作表 Enter一下 OK 然後我就直接拿上面這個程式來修改 改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改這個 就是取得名稱 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應該這個不用 name不用刪掉 然後short detail也不用 主要是什麼呢 把這邊的哪一個工作表刪掉 所以用short 哪一個工作表呢 刮補 裡面放個n就可以了 然後n指的是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菜頭幫我刪掉 他就先抓到菜頭 然後刪掉的話就什麼了 delete 然後刪掉 這樣就OK 所以其實你如果要刪除工作表的話 你可以用上面這個拿來改 最大的地方 這下面兩行刪掉 把它改成這樣 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我就不是用像之前一樣 之前是哪一個數字 第幾個嘛 OK 不過那個比較危險 因為可能會刪除 刪除完蛋 資料要重來一遍 那麻煩 所以用這種方法是比較保險的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他會先抓到哪一個 先抓到菜頭 有沒有 所以菜頭抓到了 然後就把菜頭的名稱放在這邊 short detail 菜頭在哪一個在這裡 幫我delete掉 菜頭不見了 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瑤瑤 所以把瑤瑤給刪掉 有 然後再英雄 小咪 老王 小張 有沒有 刪除完畢 就離開了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剛剛其實也是之前講過的 就是Active的Name 把它 就是變更一下 然後另外的話刪除工作表 那最後的話 假如說我剛剛講過 如果我把這個分割工作表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它這個 產生這幾個工作表的位置 其實還蠻尷尬的 其實你為什麼就擺我中間呢 我是建議 我是覺得你要物資 你放這邊嗎 你為什麼放那邊 OK 我沒辦法 因為它內建的功能 short detail 它一定會是在 你要產生的枢紐 的某一個工作表 它一定會幫你產生到它的左邊 好像 我看一下好像沒有參數 是可以把它改變變成右邊的 OK 它short detail就是 就是一律放左邊 那可是很麻煩 我覺得這個結果 我不喜歡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幫我把這個結果 全部放到我的 什麼 我的最後邊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其實跟各位提示一下 剛剛 重音名是點name 刪除是點delight 移動的話 就是點move move 特別之外 它的原理原則 跟那個add很像 add不是有before跟after 那move一樣有before跟after 你一樣可以跟他講 move空一個 after 最後那個就是short detail 對 右邊 就幫我把它放過去就好 OK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 一邊新增的時候 一邊移動 或者是全部新增完之後 一次全部移動 也都可以 方法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那個部分 然後待會兒我們再來看移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針對那個工作表的重新命名 這很重要 其實就點move而已 就這樣 只是說你要在批次的狀態 回圈裡面 批次的重新命名 然後再來刪除的話 我們這邊講的就不是用那個數字刪除 最後的話 想想看 移動工作表 移動也很重要 因為以後 你如果要重新排列那個工作表的順序 假如說 你要用人工圖畫 應該慢慢移動 太要費時間了 所以有沒有辦法一次性 全部都幫我移動 這裡視一下 這裡視一下 好